智库简报 来自全球各大智库 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文章、报告 经六度简报、团队分析、整理而成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重新构想欧盟、东盟关系 因为中国 卡内基基金会 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于2022年底正式标志住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 这两个集团的45周年纪念峰会 在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和亚太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在布鲁塞尔举行 因为中国对其南部邻国 特别是在台湾海峡 采取持续且日益咄咄逼人的立场 矛盾的是 尽管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加剧 美中竞争在多大程度上 挤压了其他行为体 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具战略作用的空间 但安全档案并未在欧盟、东盟议程上占据重要地位 反映了两个组织如何看待彼此在每个区域的能力和利益 而且也反映了这种关系迄今的发展方式 有一系列的高潮和低谷 许多更具争议性的问题 特别是棘手的民主和人权问题 要模由外交官敲定 要模由民间社会解决 因为政治层面的敏感性 鉴于美各的区对这一政策领域的固有方法 这种对民主的错位可能永远是一个争论点 民主被编入欧盟的条约 而东盟则由一系列政治制度组成 尽管欧洲确实设法发布了关于亚洲 特别是印太地区的连贯而全面的战略 东盟也阐明料自己的印太展望 但由于缺乏可操作和具体的前瞻性愿景 这些方法在实践中应该包含什么 及其背后的动机仍然模糊不清 欧盟东盟关系的各个方面 欧盟东盟关系的主旨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上 反映了欧盟相对于其成员国的能力 以及东盟整体回旋于地稍大的领域 尽管未能推进自2007年以来 基本上停滞不前的欧盟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但欧盟已推进与各别东盟成员国 即新加坡和越南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这至少表明利要充分实现经济关系的潜力 这种政策问题的优先次序 既有内部和外部原因 首先 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建立方式 与欧盟不同 例如 它没有单一货币或关税同盟 也没有任何雄心壮志 东盟更像是一个协调机构 和该地区一些共同关切的交流中心 它没有约束力或执行力 在原则性不干涉成员国事务的基础上运作 2022年底 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东盟国民 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导致该协会在协调区域应对措施方面 缓慢而无效 相比之下 欧盟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集团 尽管其内部存在分歧和复杂的治理动态 无论出于何众意图和目的 欧盟在其核心职权领域 特别是贸易领域 都像任何寻求其成员国集体利益的区域机构一样行事 然而 在外交政策方面 欧盟和东盟都面临住挣扎 首先 欧盟成员国从未完全放弃 对欧盟执行机构的外部参与的完全控制权 这就是魏师摩 尽管欧盟的《里斯本条约》在2009年获得批准 但欧盟成员国在影响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许多挑战中 继续保持国家管辖权 东盟的行动方式非常相似 但更强烈地支持个别成员国的特权 但从未有任何野心或协调 尝试将东盟的外交政策参与外部化到区域秘书处 Lisa Bomasi Lisa Bomasi是卡内基欧洲的副主任 负责协调卡内基欧洲的战略和运营重点 并管理于卡内基全球中心和专案 以及欧洲合作伙伴组织的关系 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 魏师摩欧盟东盟关系在过去45年中如此走走停停 然而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 欧洲和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使欧盟和东盟面临关键的安全和经济脆弱性 而这些脆弱性的影响力有限 这两个组织在美中竞争中的风险尤其如此 尽管亚太地区是这场权力游戏的主要舞台 但也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欧洲 事实上 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动态中的突出作用 加上不可避免的与中国接触 这带来了中国自身的快速增长 全球野心和日益两极分化的 世界观世欧盟和东盟 陷入了极其令人不安的权力竞争之中 欧盟和东盟 在这两个重量级国家之间 驾驭方式的相似之处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集团与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关于前者 欧盟一直优先考虑强大的跨大西洋关系 尽管近年来互动紧张 事实上 由于超过80%的欧盟国家 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结盟 很难想象欧盟集体对华盛顿 采取全面的侵略姿态 尽管个别成员国之间不可避免的 会出现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 东盟有许多非美国盟友的国家 东盟十个成员国中 只有两个菲律宾和泰国 通过集体防御安排 正式与华盛顿结盟 每个东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 都落在基于历史动态 经济和安全依赖性 以及基于价值观的相容性的不同点上 就中国而言 欧盟和东盟的做法 有很多一致性 欧盟目前对中国的立场 是事情况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 可以说东盟也采取了非常相似的策略 尽管这种三分法更为明显 并且取决于个别国家与北京的关系 当然 鉴于东盟不甘设成员国事务的立场 目前还没有一个协调或正式的机制 来为东盟对中国做出统一的反应提供条件 毫无疑问 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与此同时 欧盟和东盟之间的世界观 也存在重大差异 最近最明显的例子 是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对比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包括冲突正在欧盟的禁令上演 欧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 采取了强硬立场 并期望其在全球南方的合作伙伴 团结一致支援其立场 这种期望是一种价值观判断 其基础是理解每个国家都拥有领土主权 俄罗斯的无端袭击 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全球南方对这场战争的反应不一 以及东盟成员国 新加坡除外 的矛盾心理 充其量导致欧盟的不理解和最坏的情况 几乎是道德上的愤怒 就许多东盟国家而言 他们不愿意选边站队 不是因为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不神圣 而是因为对与错的解释 不是那么明确的非非即白 许多东盟成员国已经观察到 西方尤其是美国 在某些情况下 还有特定的欧盟成员国 根据他们对世界其他的去对错的解释 采取自己的私刑私法 东盟国家随后会问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袭击于北约2011年 对利比亚的干预 甚至法国2014至2022年 在萨赫勒的巴尔干行动 有何不同 迈向新的合作形式 鉴于这种变数的万花筒 本出版物的核心目的是询问欧洲和亚洲 在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 和重新构想伙伴关系 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会是什么样子的空间 这本纲要在两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 他从表面上考察了这种关系 关键是要尽可能消除 美国和中国作为关系的变数 并探索创造性合作的方式 其次 每一章都由一位亚洲和欧洲分析家 平等合作撰写 反映了该专案将 每个问题的两重观点汇集在一起的方法 具有同等的价值 每一章都提供了欧盟东盟关系 在特定问题上的现状 深入探讨了即将到来的挑战 并为推动关系向前发展 提供了机会 浮现的是一种关系的图景 它既动态又复杂 这充分说明 料从多部门 多利益优官方的角度 处理政策问题的必要性 这种观点不是孤立个别问题 而是将他们视为固有的依赖于其他政策领域 气候章节强调了协调气候目标 和全球承诺与实地现实的挑战 特别是考虑到欧盟的绿色能源政策 如可再生能源指令 探边禁调整机制和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在安全章节中 作者概述了欧盟和东盟达成一致的困难 不仅因为对每个地区安全含义的不同解释 还因为每个行为者 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政策领域采取的基本方法 技术章节为推进欧盟 东盟一城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 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亚洲行为体 已经将欧盟的监管标准 用于自己的国家模式 并且因为人们真正认识到 被相互吸取经验教训 不出所料 贸易章节策 从于可以成为关系标志的东西 欧盟越来越将东盟侍卫 可以帮助欧盟提高供应链弹性的替代伴伴 而东盟则看到了 利用欧盟在该地区的投资的潜力 但是 双方的国家利益竞争 和不同的经济能力 也在这种关系中发挥作用 关于民主的章节 可能是最具争议的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 长期以来的错位记录 揭示了也许是最原始 但最明显潜力的领域 令人惊讶的是 欧盟可以从亚洲的民主模式 中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公民社会的空间被扼杀了 许多东盟国家的民间社会行动者 比欧盟更灵活 更具创造力 欧盟的公民社会更加成熟 社会日益两极分化 这些章节共同生动地描绘了 欧盟和东盟 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 合作并创造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的可能领域 傲慢需要双方都处理 面对东盟国家 希望建立与全球北方 分开的自己的道路 欧盟的一份填膺 需要得到充分承认 即这种关系 可以在未来今年实现 其做更多事情的潜力 欧盟和东盟 共同需要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存在 以及基于真正合作 和实现具体成果的关系 Lisabeth Massey 要感谢参与该专案的研究人员 和同行评审员 以及Povic Percussionaire 在此过程中提供的宝贵研究支援 人工智慧 和即将到来的厄运谣言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如果五千万人说一件愚蠢的事情 它仍然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又是一周 另一个关于人工智慧 如何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的故事 这句话被广泛认为是法国作家阿纳托尔 弗朗西斯的很好地抓住了这个难题 这是无稽之谈 没有事实根据 那人们为什么要这魔说呢 人工智慧是一系列恐慌中的最新一词 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1964年 新共和写道 世界已经进入饥荒时代 相反 我们已经进入了肥胖时代 其他人在1970年代初写道 地球上的人口是不可持续的 有40亿人 目前人口为80亿 一位专家在2019年表示 下一次大流行将在短时间内杀死数千万人 COVID-19虽然是异常可怕的悲剧 但在三年内杀死了700万人 人口炸弹 石油峰值 能源危机 灭绝叛乱 将施起事录 有一长串迫在眉睫的灾难 其中没有一个发生过 其中大部分都被谨慎地遗忘了 但这些故事的吸引力仍然很强 保罗 萨宾的赌注 一书中可以找到对错位恐惧的出色描述 看到这魔多关于人工智慧 对人类生存威胁的声明 被那些应该更了解的人宣布 这是令人沮丧的 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正确 因为他们不是 而是为石魔要提出这些指控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原因 来自一种构成生存风险的技术 其创造破坏了关于科学和技术进步 改善人类生活的启蒙叙事 全球核战争 是当今想象中的灾难的始作俑者 因为它本身就构成了真正的生存威胁 几十年前 一场使用数千种强大武器的战争 将造成数亿人死亡 并摧毁整个经济 一旦这些武器被放置在远程导弹上 其飞行到目标和引爆的时间不到四十分钟 社会救命临住生存风险 核武器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唯一有可能造成生存灾难的技术 拆除核武库降低了这种风险 因为需要数百枚核弹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但核战争是技术进步的范本 导致对灾难和灭绝的恐惧 这种恐惧仍然塑造住流行文化 1945年爆炸后 制作的一系列电影 从《地球静止的那一天》 在海滩上 故障安全 齐爱博士 甚至哥斯拉 开始用世界末日的故事娱乐我们 并创造了一种叙事 其主题 人类处于不受控制的科学的威胁之中 继续以无意的方式塑造思维 核战争是对人工智慧风险的喧嚣的祖先之一 另一个可能的祖先 是对民主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失去信心 在美国 一系列事件 包括十一分之九的突然袭击 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度自信决定 自我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恐慌 以及各种中东战争的失败 所有这些 都伴随着一系列看似棘手的国内问题 削弱了变革可以管理的信念 欧洲也有类似的灾难清单 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对失败的看法 不会激发信心 也不会削弱领导人和机构的合法性 其他因素导致对人工智慧的歇斯底里 互联网使话语变得混乱 社会上一直存在谣言的暗流 反映了当时的焦虑 但互联网将谣言和阴谋摆在了庞大的观众面前 它的开放性 冲淡了对专业知识的任何要求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 对注意力的竞争 使人们倾向于讲述恐怖故事 这反映了人类人之中固有的偏见 在这种偏见中 恐怖故事比快乐的故事 吸引更多的观众 公司和葛仲评论员发现 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对其事录的偏好 并利用它来获得注意力和观众份额 这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警告回圈 如果对厄运的预测 只是出于娱乐和公关目的 它们不会成为问题 但夸大的恐惧会导致糟糕的政策 充其量 未负责任的人工智慧 创建的数十个规范 在不致命的情况下 是不必要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 特别是 如果他们被转化为法律和法规 这些规范将扼杀经济 伤害不富裕的人比精英更多 最好的例子 是对人工智慧造成的失业的担忧 自动化将导致工作消失 是一种恐惧 这种恐惧 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和卢德分子 凯恩斯在1930年 写过关于失业和自动化的文章 指出 对自动化将摧毁工作的担忧 在每种情况下 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人工智慧 是始于18世纪的人类活动 自动化的最新阶段 自动化创造了财富和创新 有些工作消失了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着这些新工作的出现 财富和休闲将增加 最好将人工智慧的挑战 重新解释未决定 如何分配增加的财富和休闲 但在过去30年中 收入分配在社会政策方面 并不是一个辉煌的成功 确定如何公平和负责任的 分配财富和休闲将是困难的 从旧工作到新工作的过度 具有挑战性 找到在不牺牲 其增加人类福利的潜力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的 减少新技术带来的动荡的方法 是人工智慧带来的真正问题 谈论启示 路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詹姆斯 A.路易斯 是华盛顿特区战略语 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 兼战略技术专案主任 最高法院 关于同性婚礼网站的裁决 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法规 美国企业研究所 美国最高法院 于6月30日在303 Creative LLC v.埃莱尼斯认为 克罗拉多州不能强迫洛里 史密斯以303 Creative LLC所有者的商业身份 未同性伴侣创建婚礼网站 六名法官的保守派多数认为 史密斯的第一修正案 不说话的权利 一项未列举的 不被政府强迫表达 个人不愉快信息的权利 胜过一个州 执行反歧视的能力 公共住宿法禁止企业拒绝 为故客服务基于他们的性取向 简而言之 史密斯的信念婚姻 应该保留给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 现在 他免于被克罗拉多州 强迫创建庆祝同性婚姻的 演讲产品 婚礼网站 网页设计师 Laurie Smith 在美国克罗拉多州 利特尔顿的办公室 摆出肖像 来源 路透社 大法官尼尔 戈萨奇 撰写了多数意见 认为 克罗拉多州 试图迫使史密斯 以与其观点一致的方式说话 但在重大问题上 违背他的良心 这种胁迫 侵犯了史密斯的 第一修正案 不说话的权利 虽然看起来 实际上很遥远 但303 creative 对社交媒体平台 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平台 现在正在与佛罗里达州 和德克萨斯州 实施的法律作斗争 这些法律迫使他们 托管某些 演讲者内容 并规定内容 必须出现在使用者 提要中的位置 303 creative 可能会影响两期挑战 这些措施的案件 Net Choice 速目的案 佛罗里达州法规 和Net Choice 速派克斯顿案 德克萨斯州法规 最高法院 几乎肯定会同意 在今年秋天 审理这两起案件 这篇文章 是两部分系列中的第一篇 回顾了第一修正案 在303 creative 之前不发言的 隐含权力的演变 然后 第二篇文章 将更深入地讨论 303 creative的裁决 探讨其对 Net Choice案件的影响 虽然第一修正案 明确保护言论 自由免受政府审查 但它也隐含的保护人们 在某些情况下 不被迫说话 事实上 最高法院在2018年断言 政府强制言论的措施 至少与限制言论的措施 一样具有威胁性 简而言之 发言权的另一面 是不说话的权力 这种不说话权的判例 始于80年前的 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 会诉巴内特案 法院认为 公立学校不能强迫 耶和华建证人的儿童 在背诵校中誓言时 向美国国旗敬礼 在发表法院意见时 大法官罗伯特 杰克逊强调 西弗吉尼亚州 不允许强迫学生 接受政治理念 并确认一种信念和心态 即民族主义的信条 杰克逊在一句 令人难忘的台词中宣称 如果我们的宪法星座中 有任何固定的星星 那就是任何官员 无论是高级还是小人物 都不能规定政治 民族主义 宗教或其他意见问题上的正统 或者强迫公民 通过言语或行动 承认他们的信仰 在巴内特之后 法院扩大了不发言的权力 他在VV梅纳德说 新罕布希尔州 不能强迫一对 耶和华建证人夫妇 在他们的车牌上 展示该州的座右鸣 自由生活或死亡 法院认为 第一修正案 保护自由发言的权利 和完全不说话的权利 法院还在 Hurley素波士顿爱尔兰 一美国男同性恋 和双性恋团提案中 裁定1995年 哥萨七法官 在303 Creative中 多次引用的观点 尽管公共住宿法 禁止觊觎性取向的歧视 但盛派翠克节游行的 私人召集人 不能被迫接待展示 LGBTQ 骄傲资讯的游行者 法院的理由是 一 游行是一种表达形式 而不仅仅是运动 二 游行的召集人 反过来是演讲者 三 强迫他们 主持他们不同意的信息 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下的 基本保护规则 及演讲者 有选择自己资讯内容的自主权 与上述NetChoice案件 特别相关的是 法院近50年前 在迈阿密先驱出版公司 诉迈阿密业案中的结论 托尼洛认为 不能强迫印刷报纸 发表他们批评过的个人性格 或公共记录的政治候选人的答复 在宣布佛罗里达州的答辩 全法归为宪 为不允许的政府 强制执行的访问权授权时 法院的理由是 选择进入报纸的材料 以及关于限制报纸大小 和内容的决定 以及对公共问题 和公职人员的处理 无论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构成了编辑控制和判断的形式 简而言之 编辑是未编辑准备的 而不是政府 哥萨奇大法官 在303创意中 曾多次引用托尼洛 下一篇文章将深入探讨 303Creative 探讨该裁绝对netchoice案件的可能影响 另请参阅 DEM中的危险 解读最高法院在 Counterman v Colorado案中的裁决 最高法院对过去的日益关注 如何影响技术监管 第二部分 科罗拉多州网页设计诉讼 并不是真的关于同性恋权利 文章 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礼网站的裁决 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法规 第一部分首先出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谢谢收看智库简报 这是由六度简报团队 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 专业人士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